如果你想要吃国外美食 现在不用出国了 百货业者争相举办了物产展 搜集了日本跟南韩等各地的美食 同时还请出了国外的排队人气店家 来台助阵 争取消费者的青睐 热闹招呼声不绝于耳 其中这个与火便当 强势夺取民众目光 包括生田虾 海胆干贝等 15种新鲜海味 一次都能吃得到 百货丰办一国物产展 请出排队美食充忍器 上市八天堂的招牌奶油面包 推出限定柠檬口味 外皮改用奶酥 馅皮比例4比1 一口咬下扎实口感 让你再三回味 还有抹茶控不能错过的 限定奶油蛋糕 百货想提高客流量 得先征服民众味蕾 每年的三月跟十月 都有北海道美食在 比较没有时间去国外 所以就会来这里 有的时候你去了吃的 好喜欢吃 然后还会想吃 然后像有这个的时候 就每一个美食展 我都会参加 东区百货 拼茶艺求生存 中校馆有着浓厚日系系续 课程几乎不分 年龄层举办日本美食展 投其所好 分馆定位精品时尚 主打高端贵气 改办展览 吸引不同消费课程 其实是让课程各自选择 它甚至可以逛完中校日本岛 再去欧洲洲 对那这样当然对于业绩来说 一定也是会 对一加一大于二的部分 新义区百货也常策划 摄影展设计文青州 让百货顿去商业色彩 填甲更多文艺气息 百货也借着这样的活动 建立口碑拼民众好感度 有点TV李章轩台北报道